国家游泳中心 又称水利方 是北京2008年夏季奥运会游泳 跳水 花样游泳等项目的比赛场馆 北京冬奥会期间 水利方将变身冰立方 承担冰湖和轮椅冰湖的比赛 7月28日 记者来到国家游泳中心了解目前场馆改造与建设情况 据了解 为实现水平转换 国家游泳中心进行了场地结构 温度 湿度 照明 升学 等多方面科研公关和系统改造 最终得以在泳池上架设冰湖赛道 2019年底 国家游泳中心初次完成了奥运标准冰面的制冰工作 并成功举办了兵立方首场高规格冰湖赛事 我们通过去年12月份的中国青少年冰湖公开赛 来得到了验证 就论证了这个冰水转换的这套可转换的体系 是成立的 结构的自证频率超过了25赫兹 人和结构永远不会共振 还不会晃 然后整个制冰体系工作得非常好 上一次大概用了两个月时间 我们在今年冬天会迎来冬奥的四十赛 这场比赛我们准备用20天时间 把这个冰水转换工作全部完成 水冰之间的自由转换不仅丰富了场馆的经营业态 而且为场馆反复利用 综合利用 持久利用创造了条件 此外 国家运用中心也创新应用起集装箱式运动员更衣间 对退役集装箱进行低碳环保的功能模块化改造 不仅体现绿色半奥理念 也为赛后场馆运营打下基础 我们的赛后并不需要这么大量的更衣间 那么按传统的办法我们会用 当然是低成本的建造 但是最后会拆除 拆除以后变成垃圾了 反倒增加销纳的困难 负担 那么这样的集装箱本身不贵 同时它可以完整地拉到地面上做商业运营 目前是在用咖啡馆的形式在做测试 同时它还能带着奥运比赛的原汁原味的文化符号 可能将来对吸引消费者也非常有好处 目前 位于国家游泳中心南广场的冰商运动中心 也在紧张建设中 冬奥会后 该中心将用于冰商运动推广和体验 南广场的结构已经完工了 现在正在做里面的机器设备 还有一些装修工作 应该在今年的90月份能够完成 今年我们会向公众市运营这个场地 在奥运赛时 它是一个冰湖场地 在大厅看完比赛 在南广场去体验冰湖 在奥运赛后呢 我们会增加冰球 花样花冰 这样的青少年培训和一些文化消费这样的功能 据介绍 按照计划到2020年年底 北京赛区全部比赛场馆将实现完工 而在规划建设之初 北京赛区各场馆就充分考虑到了 场馆赛后利用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拿我们北京赛区的四个新建的场馆和七个改造的场馆 它们呢 都有了各自一整套的完整的赛后利用的方案 而且呢 也配备了赛后运行的团队 所有的比赛场馆 它们都具备了冬季项目和夏季项目场地转换的这么一个功能 实现了呢 比赛和群众体育双轮驱动的这么一种运行的模式 可持续性它确实融了环境 经济和社会 北京2022年冬奥会是我们国家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志性活动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利用这一次活动 通过这么一个时机呢 一方面推动 利用这次机会呢 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 推动我们的社会进步 也一方面呢 为我们以后的大型活动 为我们国家以后的发展呢 创造一些好的范例 好的模式